子曰:「欲之而不剁者,其回也於剁。」 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立行,照次顛沛未嘗為之。 范氏曰:「乳萬物得食語之润,發容之長,何有一舵,此群弟子所不及業。」 范氏曰:「顏子聽到父子的話,心解立行,而努力去做。」 范氏曰:「照次顛沛,無論在怎麼樣子的一種困難,來自於顛沛流離的狀況,未嘗為之。」 范氏曰:「如萬物得食語之润,發容之長,何有一舵,就好像萬物得到了食語。」 范氏曰:「適當時後的這個語,的潤子,發容之長,長得非常地好,非常地繁榮,不斷地長。」 范氏曰:「何有餘舵,哪里會去卸舵呢?代舵呢?」 范氏曰:「極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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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氏曰:「極柱元?empestful。 范氏曰:「極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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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整個中華文明近似的,這是他的核心的,倫理跟價值的觀念在這個地方。 如萬物得食語之润,發容之掌。 如萬物得食語之润,發容之掌。 我們讀經,我們學聖賢的道理,要懂得這個境界。 如萬物得食語之润,發容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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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放不了我們個人的思見,及思慾。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見解,想法,有我們很多慾望。 如果放不掉的話,那這個德性就不容易發容之掌。 而人生不容易發容之掌。 一般人一這麼愉快的話,人生怎麼會有那麼多的煩惱和痛苦呢? 往往搞到最後,不但不是發容之長,反而充滿了問題,充滿了困惑。 我們一般人的私自私見,都是流行一時,對付了一時的問題,久了就不行。 明白意思嗎? 所以,要懂得這個事情,我們的生命才能發容之長。 我們本來的德性跟善,越發容之長,我們人的問題越少。 否則的話,照到我們自己的私自跟私欲的話, 你可能快樂於一時,就好比說,學生說,哎呀,讀書好辛苦啊!做功課好辛苦啊! 我希望每天去看個電視,整天去玩。 這個做功課,讀書太辛苦了! 可是很抱歉啊! 你天天過這種玩樂、偷閒的生活,沒法發容之長你的人生。 你還是該做的功課要做。 你的人生,才能夠真正地發容之長。 所以,德性,是一個可以讓自己跟眾人的生命都美好的一個道路。 一般人,做一做就怠惰了。 所以,孔子說:「欲之而不剁者,幾回也餘啊。」 就表示,一般人往往都還會去留戀在其他的事情上。 一會兒心面就轉了。 只有這個言回是欲之而不剁者。 其心三月不利者實在是代言哪。 其心三月不為人。 其心三月不為人。 其心的身份的心一極的私人也不剁者。 其心三月不為人。 其心三月不為人。 其心三月不為人 。 小我跟大我,是一體的,這樣子的生命。 我都不太去找人,因為我沒什麼小我的煩惱。 遇之而不剁之而其回以。 小我跟大我 其心三月不為人 那倒並不是說 儒家就只有說 那難道他都沒有自己的感覺 自己的想法 不是 他是有很強烈的一種自覺跟自知的 只是說 他的自己的感受 是跟整個大我融在一起的 遇之而不剁者,其回也遇 蓋達問多因其所疑 遇者叫其所謂智 文所語而不得於心 故剁也 讀言之於空之言 粗略旁通,心解理性 自然不屑,此見言之之高 他的領悟力之高 遇者不剁者,其回也遇 年回的領悟力 德性都高 這是真能夠體現 儒學的至於道 至於的 與人有意義的功夫 心解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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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子講的話 孔講的話 他一聽心地就明白 這個話的道理 努力造作 心解理性 心結立行 心結立行 子謂言冤曰,西乎無見其敬也,未見其直也。敬跟直而知,說見上章。 以後人所說的聖道去敬。 所以,儒家的這一個功夫,雖然方面很多,他有個核心的功夫,就是人。 其心三悅也不為人。 人與這個大我,有一種一體的關係。 但也不是說,在大我當中,就沒有了自我。 你的自我,跟大我中間,是自然的一個平衡,自然的良好的一個狀態。 否則有些人說,忙著都沒自我了,他難過了。 我指的位,別人都沒有自己了。 尤其老一輩的,常常說, 哎呀,這個婆婆,哎呀,年輕的時候,都是只有家裡的,沒有自己。 那有的人是很開心的。 到了老,他的兒孫,他也不是那麼計較,他很開心一遍。 那有的人不開心。 做我這一遍都沒有自我,老了,我可要好好地享受一下。 那樣就失去平衡了,也不行。 人,他有一個自然的平衡力。 こう叫我,能含著人和人, 能含著人和人和人。 人和人和人和人也有一個自然生發生長的力量。 人,其次是智。儒家是眾人跟智的。 既人且智,其聖一乎。 真正的人跟智做到圓滿的地步,那就是聖人。 任何事情來,我既人得充滿。 我們處事最怕,只有自己沒別人,這就麻煩了。 另外一個怕,不明事理,不通情理,搞不清楚狀況,他硬要來,這也很痛苦。 人跟人相處其實很簡單,講到底部就這兩個字而已。 人與智。 子謂言言曰,习乎無,見其敬也,未見其執也。 大底而言,就是他在論語上所講的這些德目上。 為見其敬也,為見其執也。 在人與智上。 是智慧的智,還是智相與智? 智慧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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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膧成功幫嘛智慧的智慧的智慧, 兩者向早與智慧的智慧, 善學的榜樣就是宴慧。 譬如為山,為神一愧,子無止也。譬如平地雖父一愧,敬無亡也。 至於道,至於德,義於人,有意義。 這是孔門之學。 道是人世的大道,人生的大道。 德是人生的德性。 言回是德性的一個最重要的孔門思科。 德性言語正式文學。 修這個德,義於人。 時之刻刻,不離於人。 有意義,禮樂設於書術,乃所謂義也。 你要通知眾目,才能做事情。 所以這是儒學的基本努力的方向。 很清楚。 這樣知道吧? 我剛才說,簡單地說,就我們一般人來講。 就是在人與智商,加功夫。 說起人來,我們恐怕都不足。 說起智來,我們也都不足。 只要做到圓滿,真是不容易啊。 只要一輩子不斷地努力的。 此分別了,假的。 虞之一,根以大佗,兩的教法。 也許難在末時他怎麼上。 為了你分別了,這種真正的,以動合一。 此人心無уд不斷地努力的, 今批地努力的。 作詞,藉作詞。 成德之學 有開了花,而沒有長成果實的。 成的稻稅為秀,略有所不同,長成稻稅,為秀,略有所不同。 或說起下掌,略學者,完本章此起,開探警惕,竟而有之。 後生可畏,焉起來的不如今也呢? 開探警惕,竟而有之。 既開探又警惕,言冤不信短命,故有智者,由當學儒不及。 學儒不及,有孔失智。 所以主要知道,儒家其實是很警惕,很積極的。 不是像我們大家想的在那邊悠悠悠悠悠悠做老好先生,不是那樣子。 因為他的目標是非常的崇高的,也非常的艱難。 既崇高又艱難。 人得的這個人,哎呀,我們都不夠人,都不夠愛人。 就智來講,我們也都不夠有智慧,不夠有足夠的知識。 所以,真的要把事情做好,一定要人至監禁才行。 缺一不可。 因此,要做好這些事情,能不努力嗎? 這是我們做好一切事情的核心,一切事情的根本。 此曰:「後生可畏,焉之來者,則不如今也。 四時五時無聞焉,思意不足,畏也矣。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其事可畏。 安之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 然,乎不能自免,自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為矣。 言之以謹人,此即時免學也。 四時五時而無聞焉,思意不足為矣。 到了四時五時,都還沒有聽聞到他有什麼,真正好的地方。 那麼,思意不足為矣。 甄子曰:「五十二不以善聞,則不聞以。該書此意。」 到五十歲還不以善聞。 他還沒有什麼好的,善的地方表現。 這不聞以。該書此意。 因事曰:「少而不免,老而無聞,則亦以矣。 至少而敬者,安之其不至於疾乎,是可畏也。 少而不免,老而無聞,則亦以。 那人生就這樣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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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道德性,是一種德性上的成就。 德性上的成就。 一個成就。 也不是作出什麼事情來。 宇宙也沒有作出什麼事情來。 公民俐路、世界上的皆,都沒有成就。 可是,它德性上成就了。 一種德性上的一個成就。 有所成就了,不管是哪行哪業,如果都還沒有的話,大概你也走錯路了,或用錯力了。 所以,一個人能不能有所成就,關鍵是在於你的方向,對不對?你的做法,對不對? 方向對,做法對,當然會有所成就。 儒家看重的,是至於道,至於德,義於人,又於義的成就。 四十而五十,以人應該有所聞言。 方向要正確,方法也要正確,都可以有所成的。 一般一三 一般一三 這裏涉及到一個問題 一般人說 我在我的行業上有所成就,我可是拼了命想要的。 賺大錢、立大功,或者受到大家的敬佩,所以我這某一方面的厲害的人,你大概不用鼓勵他。 人本來都是希望積極進去,哪個小朋友不希望自己成績好一點呢? 跑得快一點,跳得高一點呢? 所以,所有的一般世術上的成就,不能夠讓人真正地得到的平安跟幸福跟邪惱。 所以,如果你只是追逐世界的成就,是不行的。 是要有個更高的追求。 我不是說不讓大家,是說你不能只是這樣。 所以,更高的追求,還是那個話,是關於道的追求,德的追求,人的追求。 我對於我自己的事業的追求,我可是很有勁兒。 對於道德仁義的追求,沒那麼有勁兒怎麼辦呢? 我對於道德仁義的追求,不讓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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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追求。 我對於道德仁義的追求,不讓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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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追求。 這是神的生命力的這個性,要導向於一個更高的境界,更好的一個境界。 道不是說,尤其在現代社會。 道不是說,你人生的完成,要能夠跟一個更大的道,就是眾人都能完成的道,一個德,本於合乎我內心的一種良好的德性的狀態,一種人德充滿的狀態,來結合。 兩者都能夠監禁。 孔門聖廣,子路,子貢,孔門四可,德性言語,正式文學,有在正式上完成的。 孔子則無論它 eller事先在理可不明,有在文學上完成的。 圖除 rapidly,孔門四可不明而願審禁。 文,為婚人為何何不明出何不明。 生仁為乒俄 unbelief sob編模為何不明? 狀ulsion Vous dagegen是德性言語,正式文學,酷門四可不明而寬 blanket。 但是要以德性科為根本、為統順,不至於偏頗,每個人財性各有所長。 儒學也必須這樣,才能夠經事記名。 他要共成一個人道,幫助我們完成休息治平的一種良好的狀態。 有統色的,有分書的,就像孔門也沒有諸科。 這樣大家就覺得生命充滿完成了。 懂得意思吧? 我特殊的才性,我盡量的發展。 但我絕不以我這一方面的東西為最高。 有的人說,我有錢了,我會經商了。 我是政治上的大人物,我會打仗。 這個你不能說,就把他當作第一。 要以德性為第一。 但也不說我只講德性,其他我什麼都不算數,都不管。 那也不行,那太狹隘了。 不僅你個人的才能無所發展。 社會文化也無法發展。 所以四十五十無恩焉。 到底是要聞什麼呢? 哪一方面的成就呢? 我覺得兩者都要有。 無為有兩解,一曰,無身為一事。 以為其無為於道。 經從前解。 前線人從寬的解。 古人四十曰強,是五十而決。 四十五十,乃得利名張子,公子據以為說也。 俠以為bly之間,是義華之間,無 trust而復 Physical與提的暗構。 俠以為禁的 但這個善呢,沒有明說是甚麼,比家偏就道德上說。 四十而五十而無文焉,思業不足為野矣。 三十是已之後生美美善的一部分。 後生因其來日方常前途無限,故可畏這個情緒是有為甚麼呢? 即是,如果年輕人他以後會成為有德性的人,那為甚麼心情會是用可畏這次? 前先生,啊,因其來日方常前途無限,故可畏! 可謂 他的,無論是在德性上,或在某一方面的成就,都可能勝過我們這些老輩的,這就是可謂了,可以敬畏了。 那這個謂,倒並不是說,如何如何害怕他超過自己,而是說,你不要看不上他呀,你可不要小看他呀,他可能將來是很厲害的老。 那不是說,我這主要說,怕他。 好這麼說,好嗎? 這樣明白意思嗎? 我是很可謂。 不是說,怎麼怎麼怕,而是說,哎,你也要,先想看,哎,你要尊重他,他講的是有可能超過我們的。 老人家會有覺得說,嗯,你別小看那個年輕人。 譬如說,如果我們當教授,我們的某朋友獨一輩子了,當然自己會有做。 哎呀,這個年輕人猶猛精精,哎呀,後生可畏,他這樣又可能超過我了。 那卻是一種可畏的心,懂不懂? 也不是擔心他害怕他超過自己。 也不是害怕他超過自己。 不是這個意思,而是說,嗯,哎,這個年輕人不能想看啦。 明白意思嗎? 好,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好,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老師剛剛,那公子在講這些話的時候,有些學生已經超過四五十歲,那他們… 就只好繼續努力了,很明白! 所以,就算不能大成也要有所小成嘛,是不是? 人生都希望有所成的啦,這個是必然的。 所以,苗而不繡則有義父啊,繡而不繡則有義父啊,繡而不繡則有義父啊,繡而不繡則有義父啊。 重點是成什麼? 你不要成了那一些外在的虛妄的。 人生都要有所成的。 佛家也要成佛啊,是不是? 宗教上也是希望能夠效法耶穌啊,成祂的一個。 宗教的那一種,他們在修煉的時候,那是極為嚴苛的。 我給你講,我絲毫不放過自己內心的任何一點的問題跟罪。 所以,才能夠增加上帝的榮耀,以榮耀上帝。 因為人是為上帝所創造的。 所以,這個是一種人的天性。 苗而不繡則有義父。 繡而不繡則有義父。 人是要不斷地成長的。 不繡,所謂的發容之長。 所以,原始儒家是一種非常積極,努力的。 終身不懈戴的。 讓生命有所完成。 第一,重點是德性上的完成。 這是根本,像演員就是代表,其次的,那你自己有哪一方面的才能,你當然也希望把它完成,這對世界也是重要的。 因為如果只有才能沒有德性,你這個才能搞不好是違憾世人的一種完成,所以統設的是德性,但是你可以有個別的個人的完成。 所以我們人生是這兩方面都要求去完成的,德性的完成。 我們個人特殊的才能或領域,或者工作方面也要完成。 不完成怎麼辦? 不完成,你對世界沒有貢獻,你自己生活搞不好都有問題了,職業也有問題。 世界也這麼要求你啊? 無身為於是,這是廣義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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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前先生講的好。 這裡面確實有這麼個問題。 你是要完全什麼? 無文,要文什麼? 是不是? 不以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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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善德的完成。 他的最低標準。 以德為主。 哪,在財的方面就是,至少是對社會是有某些貢獻,這樣子。 最低標準大概是這樣子。 我沒有用最低標準的這四個字啊。 我不是想請教老師,因為現在 有的父母常就說我的孩子不要變壞就好 那今天就是在教育上可能 他成人之後 就只要他們糊口 然後性情上能夠 就像他們講,希望孩子不要變壞 不要走上 對,不要走上邪路這樣就好 那有所謂的現實的最低標準 現實上,你不用擔心 他自然就會有這個最低標準 我們講儒學的是希望有積極的標準 因為往往是你講最低標準之後 他最低標準打不了 去法或上去,你才去忠 所以要給他一個比較積極的一個標準 要有德 德是一種光輝燦爛的 是一個溫暖而良好的一個東西 所以講儒學是 他原始的清真、溫暖 是非常積極而有光有熱的一種人生 是要這樣追求的 人要追求這樣的東西 人不喜歡追求最低標準 最低標準沒有辦法感動人 老師,我會提這個問題 是因為你講的非常好的原因 是現在社會很多時候都在講最低標準 相信 對 所以當 我們的那種一般的觀念 就會產生這樣的問題 在外面社會的時候 例如工作的時候 或是很多的方面 或是我們看一些現在社會上主流的一些媒體 或什麼議論上常常都會用這樣的 對 對 君子 責人以寬,責己以言 我們對別人的時候 標準可以放寬一點 放低一點 對於自己的話 要積極一點 那 社會今天變成這個樣子 有很複雜的原因 很混亂 種種的各式方式都很混亂 那 我們就且寬量之 對於自己 當然希望能夠好一點 是不是 懂意思嗎 就像我們吃東西一樣 我們出門在外吃東西的時候 那個便當就錯過了 就吃個便當 對不對 那個便當毛病一堆了 你們現在應該都知道 有一堆添加物啊 一堆什麼的食材 那你自己家裡做飯也怎麼做 你不那麼做 你總要做乾淨一點 你不會亂加一些化學的東西 你買食材總要新鮮一點 這是同樣的道理 吃東西也如此 我們做人更是應當如此 所以對於自己的孩子 對於自己 那應當是 我要過個有光有熱的人生 我幹嘛要過個最低下限的人生 那沒啥意思 那沒啥意思 你這麼去積極地教你自己的孩子 所以孩子會變好的 不是不會變壞 他可以變得越來越好 他可以開開心心地 高高興興地過一輩子 平安健康又幸福地過一輩子 幸福當然也是外在條路 至少是 那對 我沒聽聽就是誰選誰啊 就是自己的孩子是沒辦法選擇的 一般都說父母也沒法選擇 怎麼說孩子沒法選擇 我這話聽了我現在長不快 所以 那 就 剛才延伸跟同學 問的那個問題 就是 他在跳到老師跟他講 那個結 也許有時候 就是父母 把那個壓力放在小兒子身上 但是老師可能他分攤 學生已經是選擇 要跟老師學習 他已經有一個主動的那個醫院 但是如果今天這個父母 他本身沒有學習 那他只會把 這個社會的一些壓力加注在自己 害他的問題 所以 你現在是替孩子問 還替誰問 替 因為我剛當爸爸 我就想說 對 我覺得說那個 讀經的那意義 所以我才會想說 你想要繼續再學習 但是我只是想說 那萬一我的孩子 我用什麼角度去看待這些趣情 兄弟 我對你們有所講 要整個便宜 好 你也不想說 他在所講 人之通病都是不願意承認自己性格的問題,所以往往性格上的問題,會一代傳一代。 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求道,把自己的節也解開了,你的孩子自然就身心健康,你別擔心。 如果說我們自己不求道,不把自己的節解開,你有什麼問題? 孩子大概就通常也會得什麼問題。 父母的責任是很大的。 尤其在河縣的地方,是這個樣子。 做父母的責任是很大的。 哎呀,到這個年齡也看到很多的年輕人。 為甚麼這個年輕人這樣? 天佩,有的年輕人, 哎呀,過得挺好的,開開心心的。 那有的人就覺得一天都很煩, 那有的年輕人,明天各方面的情緒都好, 他老是繞在一些這些,他旁邊的人看,你實在不需要煩惱,是一定的煩惱。 我後來年紀大了,慢慢一看,都是家庭問題。 都是家庭問題,幾乎都是家庭裡面早先種的因,今天就結這麼個果。 有的家裡是一定要孩子念醫科的,有的是一定要出國的, 有的是一定要出人頭地的,有的是一定要拿學位的, 一定這個,一定那個。 還有一種就是, 反正家裡人對傻的父母和家人就是什麼也不相信的, 小孩子也是跟傻的都不相信的,所以真的是沒有辦法。 然後教養的過程裡頭,家家不同。 所以說是,每一個不同的父母、不同的家庭、養出不同的子女來。 那你說,怎麼老大、老二、老三不一樣? 那當然會不一樣,因為他父母在教養他們的心情不一樣, 狀況不一樣,時間不一樣,所以並不奇怪。 我們同一個家庭、老大、老大明顯地不一樣, 還有排行不一樣。 其實,懂的人都可以解釋。 所以,要怎麼收穫就怎麼栽? 講白一點,就是很簡單。 我們對於我們子女的影響。 末之語經,也就是說,絕對是世界上最大的。 沒有任何東西能夠跟父母對於子女的影響來相比。 這是最大的。 非常非常巨大。 學校是遠遠不能夠相比。 所以,既然你剛為人父,我就把這個東西的影響就深遠跟你講。 這個是我看了太多的具體的例子。 所以,有的孩子就是身心健康,長得很好。 有的就是,哎呀,老是在某些問題裡面,講不出來。 其實,佛家講的英國是非常精準的。 毫離不爽。 我們休息一下。 好,謝謝。